是不是三位星座的观众朋友 再回来看的是 中部兴隆隆和汉莱美食公司 那是王子饭店 还有响宾 餐旅公司 丁丁三间的大饭店 来签订到合作益兄姓 中一等级合作的关系 在饭店当中 来使用到中部兴隆 出生的油脂金质 在二位二十八和 今晚在农民在庆祝台会 丁头既行的潜入既市 关注王张良讲到 美来港医院政府 会将打着资 自己浪入旅餐 来行销 自己的得选融赛 新鲜 这是必须要共同 努力的目标 新鲜丁 联络这三间饭店 还可以到三天 想不到 他们都非常乐意 万一将中部金资 若是饭店的餐店和酒店当中 以后三间饭店吃 买买金资 会讨过中部兴隆会 由農会设作各位 有一个金资 所以我感觉今天 能够策合企业跟我们农会 的一个结合 让嘉义的农产品能够消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集 所以我想未来嘉义间政府 也一定会协助各乡村农会 把嘉义间的农会 把它卖出去 那我也一定会继续扮演 这个美界的一个角色 大家知道 实际上嘉义是农会县 那农民是嘉义的资产 那每个农会都认真的在经营 整个产销 包括共同平台 那我们希望 整个嘉义县农民的能量 绝对是够 那未来我希望在嘉义县城的努力底下 那基本上我们有些农民 就是为了国内的 这个需要而生产 我们希望嘉义有些农民 专门是为了外销而生产 就是所谓的外销田 那我们希望国内生产 跟外销生产能够分流 那国内生产要自重品质 自重产销利率 那如果有胆势的人 应该挑战有机产业 那整个外销的国外的这个生产 应该尊重那个国家的农药管理 包括检疫 包括田间管理 我们都必须要落实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国内生产 还是国际的外销 我们就慢慢要走向 真的就是专业农 我们就是专业 我们的品质就是好 嘉义就是棒 这是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的 现在公司标识 老实企业社会接近当中 提供优良健康以及安全的实质 让消费者是重要的一款 真影响有机会 跟中部兴隆会签订 采港意向书 透过采港当地生产的优良金资 和公司各地产品的消费者 有美好的产业体验 亚特性 浪租口 压借 跟消费者 共产共产的目标 深信先闻 中海行 永不香 彩虹不登